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中国好声音2021五强阵容曝光 事务却晋级满票,成黑马的他们招质疑 李克勤指出他才具备冠军的资格 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 中国好声音2021经过了12期的节目 已经接近尾声 好声音8强已经单身 一男七女的不平衡结构 令节目的去向更加扑索迷离 而网友提前爆料的五强学员 更显示出作为10周年特别节目的 中国好声音2021的与众不同 本季五强都是女学员 这五强女学员中 李克勤战队独中两员 分别是五柯月与贺三 汪峰战队、李荣浩战队 和廖苍永战队各占一个名额 姚小棠、王静文和陈文飞 这五强名单还是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焦点倒不是在本季五强都是女学员上 引起大家争议的两位学员 其实起因还要从11进8的晋级赛说起 失误却晋级的王静文 其实早在盲选阶段 王静文就出现过失误 在11进8的晋级赛中 王静文的旺词是以空白的方式进行的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进行任何补救的措施 比如用其他的歌词 礼貌换太子 诚然他的创作才华无需置疑 但正如众多的网友所说 中国好声音并不是中国好原创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原创性并非不重要 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从本集好声音的表现来看 王静文的综合素质并不一定特别的出色 几次的失误都以泪洗面 赛前特别紧张 气场不足 而不是气定神闲 遇到事情就慌张 慌恐 胆怯 而不安 这些的确暴露了王静文的不少不足 那么王静文的失误却晋级八强 是否会对遭遇淘汰的大壮 谭轩缘 以及余子被是一种不公平呢 满票成黑马的姚小棠 如果不是盲选阶段 黄霄云的慧眼石英雄 继而经过30秒的心动说服 说服了导师汪峰 那么姚小棠将于盲选阶段就遭淘汰 汪峰战队也与冠军的争夺战 没有了什么关联 说姚小棠是黑马中的黑马 一点都不言过其实 从盲选阶段后 姚小棠一路过关斩将 在导师团队中保选汪峰战队的位置 22进11时淘汰对手 而在11进8时 更是创造了专业评审满票的奇迹 以第一的身份 大踏步跨入了八强的行列 而根据爆料 而姚小棠已经位列五强学院之中 即将对冠军宝座发起冲击 从一只脚踏在好声音的舞台之外 倒成为本季好声音的冠军热门人选 姚小棠的黑马之路走得充满了传奇色彩 被网友吐槽的 并非姚小棠实力不济 而是他在11进8的晋级赛中的表现 还没有抢眼如此地步 在中国好声音的历史上 能够在关键的晋级赛中得到 专业评审满票支持的学员 寥寥无几 姚小棠似乎并不至于好到 专业评审满票支持的程度 虽然有不少的网友都认为 同为五强学员的贺三 大抵逃不脱陪跑的命运 但却少有人对他提出争议 那么对于失误而晋级的王金文 和满票成黑马的姚小棠 亲怎么看呢 这个11国庆不仅假期过得快 好声音的播出也非常频繁 从11强诞生到8强 再到今晚的五强 冠军业延然不远了 网上对于冠军人选的也是猜测颇多 其实早在节目开播的时候 大家就在推测 今年的冠军宝座会花落谁家 不过因为选手太多 有点扑索迷离 随着各位热门候选人的淘汰 到现在五强的诞生 冠军人选也是愈加清晰了 进入五强的选手 分别是王静雯说说话 姚小棠想念蚁人话 五颗月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陈文飞 他他回忆录 贺三等风来 从名单来看 五强选手全员女生 之前挺进八强的王洪浩惨遭淘汰 不少网友戏称 这是好声音变超级女生 除开以上的看点 五强名单也是争议颇多 甚至有网友直言内定的冠军太明显 首先是王静雯 他是李荣浩战队的人气学员 流量很高 他的很多单曲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 歌曲的传唱度也非常高 还开过演唱会 但是对于唱功 网上的评价 保贬不一 此外 网友们很注定 好声音的舞台 不会选网络歌手做冠军 再加上十一进八的表现 基本是赔跑了 在之前的十一进八的时候 他的晋级 引起了网友强烈的不满 旺辞竟然也能晋级八强 在这样的一个比赛里 旺辞是很大的失误 晋级颇有点 对其他选手不公平 在八强之中 拿下满票的姚小唐也是争议颇多 不少的网友认为 在那一场比赛中 他的演唱虽然不错 但达不到满票的水平 甚至怀疑有剧本 本次晋级五强 只能说是看节目播出后的一个具体表现吧 五颗月一直被认为是夺冠热门 不论是外貌 还是唱功俱佳 此前一直有网友评论 说他只会唱粤语 而在八强之争时 他用国语翻唱 假如惊艳了不少人 虽然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从来没有输掉过外战 还夺冠的例子 但这并不能表明 今年也没有 网友对他的期待颇高 陈温飞是又一夺冠的热门 独特的嗓音 胚实的唱功 全粉无数 此外 他没有签约 这也是夺冠的加分项 贺三的唱功也不错 在八强之争中 首次放下吉他的他 表现得可圈可点 不过他夺冠的可能性比较小 是五个人中唯一被导师淘汰又复活的 人气也不及前两位 冠亚军基本在陈文飞和五颗月之间产生 不过 就像网友说 这一届好声音 有满票 有忘词晋级 有各种实力选手被淘汰 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 最后到底如何 还是等 还是等超级冠军直播业吧 相信十周年的冠军直播会更加盛大 好声音已经十年了 虽然被狗病颇多 但也确实带给大家不少好歌手 以及精彩的舞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